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NodeGS之消息服务器开发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是这一系列课程的第13讲 也是我们在进阶内的这个课程的最后一个 好 在这节课开始之前 我们还是先简单看一下上节课的一个内容 上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说的是这个Socket.io的命名空间的一个 划分 然后呢是 它的一个简单使用 好 使用我们在 说了命名空间之后 那么紧接着就会说了这样一个 聊天室的一个房间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 就是说聊天室的一个 房间的一个划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这节课呢 这里面的主要分为两个内容 第一个呢是Socket.io的一个房间 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减数一下 颗颗群的一个实现原理 就比如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用 Socket.io来实现 客户群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思考 然后呢 如何去做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内容 Socket.io的房间 关于Socket.io的房间的话 我们有以下几个知识点 第一个呢是 加入房间 房间的话其实没有创建的这样一个概念 只要加入了那么他就有 这样一个房间 然后 然后第2个呢是离开房间 然后第2个呢是离开房间 第3个呢是在房间内发消息 因为我们 直接发消息的话是全局都通用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考虑一下如何来实现在房间内部 进行一个 发消息 第4个呢是默认房间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直接 来根据我们的代码来一个个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还是先让他跑起来 好 跑起来之后的话我们还是来看这边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 加入房间 加入房间应该怎么来做呢 其实 要加入房间的话 只需要提供一个 Socket name 其实这个准确一点说的话应该是 Room ID 所以呢我们只需要 把Socket 加入这个Room ID 那么他 就可以在这个房 就已经 存在于这个房间中了 这个代码应该怎么来写呢 其实是这里 只要我们在这个 连接的这个地方 就比如说 在这个上线的这个地方 把我们这个Socket 这里什么呢 设置你称的时候 加入房间 这个地方我们要加入房间 很明显 很明显我们要找到一个什么呢 Room ID 这个Room ID在哪来呢 我们随便 先 随便写一个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呢 Socket Socket Join 好 Room ID 这就是加入房间的一个代码 那我们打一个日志 这样子的话 我们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怎么来确认它是否加入了房间呢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我们把这个 Socket Adapter 点 Room 这样一个对象 给打出来看一下 Room 这样一个对象给打出来看 就知道它 到底 是不是 加入房间了 所以这边呢 我们还是 直接 启动一个 看一下我们这边应该是有 这个没跑 好 跑起来 随便 看一个 我们看这个后端 刷一下看看 好 我们看今天的后端有没有反 看一下 我们第一这个已经 打印出来了 AA已经加入了房间 Room 然后呢 它把我们这个Room 这个对象给已经打出来了 可以看得到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 房间的一个号 房间变号 从这个信息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AA呢 它其实有两个房间 你看这个是房间 一个 这个呢 是我们刚刚家住的 Room 1 所以它已经 它有两个房间 那为什么有两个房间呢 这个呢 就容许我先卖一下关子 我们后面会提到 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 加房间的一个 代码 我们来看第二个 既然有加入房间 那我很明显 我们就有离开房间这个说法 那么离开房间 又应该怎么来写呢 当然我们这儿 直接加入之后 我们直接就来 做一下利物 这样一个操作 离开房间的话 其实是使用 这个Socket 利物 然后Room ID 当然 我们要看它的一个结果的话 还是 在它的打印出 它的这个房间号出来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这个Win10的控制台 如果不点右键 它会卡在那里 好 看一下 这个AA已经加入房间 这个是我们第一条打印的日子 然后呢 注意看 我们这打印了两次 这是第一次的 这是第二次的 第一次里面呢 它是有两个房间 因为我们 执行了这样一个 join的这样一个操作 然后在第二次打印的时候 它又变成了这样一个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 利物了 就是说它已经离开了房间 所以这个是离开的一个做法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三个呢 是房间内发消息 那么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已经说到了如何在这样如何直接发送消息 那如果在房间内发消息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 和一般的做法区别不大 唯一多的一个就是一个to room name 就是说 要把消息发送给 在哪个房间里面发 然后这个broadcast也是一样的 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差异就是broadcast会把自己排除在外 好 这个地方我们也来演示一下这个发消息的这样一个操作 既然要发消息 要在房间里面发消息 那我们首先的话就要构造一个 构造一些相同的房间的一些用户出来 所以这呢 这边先构造一些数据 这里呢我这样来做 我首先呢 生命一个room map 这个是干嘛的了 就是来存取我们的一些 用户的 用户里称和这个房间的关系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AA用户全部放在room A 然后把bbcat的用户全部放在room B里面去 当然 我们就还需要 写一个方法来 获取这个room ID 这个其实是user ID 但是我们暂时用的是user link 好 我们为什么要写个方法来独立来返回这个呢 因为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这个user ID它并没有在我们这个room ID mamp里面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给它加入一个 叫 default room的这样一个东西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要想加入房间就应该这里 这个房间号的话就应该怎么来做呢 get room 这个地方要传我们的 neclaim 当然 我们加入了房间之后我们最好 是给 我们的客户端发一个消息 好 这是一个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发一个消息回去 这个消息呢是发给谁的呢 其实呢是发给自己看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 写的一个 代码就是什么呢 我们 我们给自己发一个消息 好 好 放这个消息的话 当然我们客户端也就需要 来处理一下这个消息 这里 随便找个位置 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消息 这个地方的话只需要 写一条什么呢 写一条message 然后是user类型的一个message 然后这边是 我加入了 房间 当然 这后面我们还是要需要提供一个什么呢 nitlaim OK 那我们看现在的一个效果 如果是aa1 注意看并没有发送成功 重新来一次 aa1 我们的事件哪有出问题了吗 并没有 处理 注意看这个message obj obj 这里 aa1 看一下 他这里就会发送一个aa1上线的 然后我加入了房间rooma 这个顺序的话我们再让他交换一下 要不然这个 看起来比较奇怪 所以呢我们在 发送上线之后 再来发送 再来发什么了 发送 发送一个 加入 房间的一个 通知 当然 离开房间 这个是要 注释掉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 加入房间 就 没问题了 我加入了房间aa 那再来一个 如果是bb1的话 我们就 看一下 我加入了房间roomb 看一下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再去 在这个房间里面发消息的时候 又应该怎么来做呢 这里我想实现是什么呢 我想实现的是 这样的一个效果 在前面写上roomb 这样一个 内容 然后呢 我在这里 再来做这个事情 我在send 那么他这个时候的话 就指向roomb 发送消息 好 那这个时候一个怎么做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这里的关键呢 其实是在我们这个 有新消息来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一些处理 这个地方我们要来 拦截我们的这样一个消息对象 当然这里我做简单一点 我们就只需要 处理这个文本的这样一个消息 如果消息呢 是文本 好 那我们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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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号这个地方 分割出来 好 这个是防御是编程 如果他大于0就证明 他是 往我们的这样 他有可能是什么呢 发送的这个 独立房间的一个消息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 roomid 给拿出来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来截取这一段代目 0 和 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消息 那这个roomid 到底是不是roomid呢 就是说 有人说 我发的 这个刚好就是 我要发的内容 他并不是一个真的roomid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判断一下 他是不是roomid 就说他是不是room 那这个方法 我们在哪去做呢 好 我们在上面再实现 这样一个方法出来 好 是不是room 我们把这个roomid拿过去 判断一下 是不是room 这个怎么判断呢 我们可以用 values roommap room 这个参数应该是roomid 如果找到了 那么他就是一个room 所以这边我们又回过来 如果他是room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消息 给拆出来了 这个消息怎么做呢 很明显 我们就 拆消息的时候就需要用他 来加一 把我们的这个roomid去掉了 之后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消息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 重新构造一下这个消息对象 然后呢 注意了 给谁发呢 给这个roomid 在这个room里面 2room 2roomid 然后来调用我们的 connect new message 注意看其实和下面是 类似的 当然 如果真的是在群里面发了之后 我们就 直接return掉出来 好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这里我创建一个 AA1 我创建一个 AA2 这里我再来一个 bbe 看room b room a room a 其实你看这个 bbe的他的一个上线通知 其实这两个都输得到 那如果我现在对 room a里面发消息 Hello room a 发了 看一下都下线了什么原因呢 这个后端报错了 为什么报错呢 其实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看一下哪儿报错了 这里他说 object value is not a function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哪儿有 写得错了吗 这个value 其实是这里 其实是 这边的这样一个东西 它 是value 并不是叫value 好 我们再来 现在又得重新 AA1 我们先来加入 bbe 看一下room 没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在这里要对 room a 发消息 看一下 这个服务端 很恼火 它不反应 room a 我们这后面又出问题了吗 哦 values values也不是一个方法 哦 哦这里我想起来了 这儿我记错 这个 object其实没有value 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values呢 其实是我们的这个 set和mamp 才有才有这样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object没有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这儿呢 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我们就 这样来做吧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room a 和room b 是我们的一个房间 然后用它来进行一个index 哦我就可以了 通过这样子来判断一下 如果它 在这个里面 那么它就是房间 否则 那么它就是 不是房间 好 看一下 都是看到的是 room a Hello 我们这儿拿的又死了 这个这个又不反 又没有刷新 这控制材总是不刷新 我们随便试一下 好 现在 好发出去了 但是我们这边没有响应 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没有 出错 没有 我们 给room a 发消息 然后发了一个hello 理论上的话 他这个两个room a的 应该是能收到的 那我们随便再发一个 其他的 其他的能收到 说明就是我们那个判断那个地方出问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看一下 到底看哪有问题 如果他不等于texture 这儿 这儿没有细心 把这个connect 写错了 所以他导致 没有成功 现在我们要 我们要确保这个已经刷新成功了 我们再来试 看比如说a3 这个 没有的这样一个用户 所以他就会找到这个 default room上去 好 这里 看一下 就打出一个a 这个a其实我是对这个room1 里面进行聊天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 收不到 这儿 收到了 看到这个区别了吗 我们在room1里面聊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一个hello room1 rooma 那这个时候发过去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两个 rooma的这个组里面能够看到 但是这个defaultroom 这样一个组 他就收不到消息 所以这个呢就是聊天室内的一个 消息发送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叫什么默认房间 默认房间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 其实在我们这儿已经给可以看到了 我们每次 加在没有加入之前 我们这个房间 他都有两个 看一下他都有两个房间 为什么有两个房间呢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默认的这样一个房间 这个默认的房间 是哪来的呢 其实这个这个房间id的话 其实和我们这个socketid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打出来看一下 看一下在哪 好这里 因为这里我们打了 打了房间啊 我们可以 我们把它的k打出来 那我们这里的金额是什么呢 roomid 然后呢 是什么呢 socketid 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有 多大的一个区别 这个console 就不要了 好 这个扩起来 我们随便刷 刷一个 aa1 他又没有重启 好 我们看 我们的roomid的话 它其实有两个 就是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rooma 我们看我们的socketid 也就是这一个 这个其实和我们这个roomid 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 也是 我们 实现私聊的一个做法 我们的私聊也就是把 io2 一个 socket的一个id 其实呢 它也是我们的 相当于是两个人 相当于是一个人的聊天室 往那一个聊天室里面去发消息 也就成了一个私聊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 关于socket.io房间的这些知识 一共有四个 如何加入房间 利用socket.join 然后离开房间 是socket.live 房间发消息 其实就是指定的这个房间号 然后呢 再emiti事件 然后默认房间的话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socket.io 这个socket.id 就是默认的一个房间号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来实现 QQ群的这样一种 类似群聊的一个概念 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在新建一个群的时候 就相当于创建一个房间 也就是生成一个房间号 这个呢存在我们的服务器上 那么当用户上线的时候 因为我们后台有用户信息 也就有用户所加入的群的一个信息 所以我们就能拿到 用户所拥有的群的id 列表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挨个把这个用户 加速到这些房间中 所以呢 只要这些房间中有新的消息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用户就能够收到通知 所以这种的就是我们 QQ群的一个 实现原理 也就是说 他 他有多个房间 然后 每一个房间里面有消息 他都能够收到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两个知识点 那么在 下节课的话 我们 就要开始进行 进入个高级篇 这高级篇呢 主要是说 mqtt的这样一块的知识 那我们就 下节课 再见